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只要在学校外面这种大型的考试都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疫情 所以很多学生不能去考试 所以在这个成绩方面来讲 有点点像说有点被冻结住了 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在考试成绩方面 你想去拿你以前考的成绩 或者想考以后成绩 现在这都被卡住了 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 在申请大学 其实大学会更灵活的来去评估这个学生的 Are you ready for college? 就是说你在申请大学你准备好吗? 它其实重点就在于说 学生这个背景提升的项目 因为你在学校里上课 全美国五十个州 你上的课程的内容 基本上是叫大同小异 一年级上到十二年级 没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讲申请大学 讲到你个人的特质或背景的时候 这个差异性就很快就凸显出来了 所以我们讲说背景提升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针对你要去读到大学的院校 系所专业的领域里面 你在这方面你一定要学到 超过学校能够给你的范围 学校给你是一个有限的范围 那你自己要在课外活动 在学习参加项目 在研究参加比赛方面 一定要能够突破这个在学校给你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背景提升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关于 就是说当学生有对念工程有兴趣 念计算机有兴趣的学生 那你也要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在这工程领域 在这计算机领域来讲 全美国甚至全世界 三个学校最重要的指标性是什么? MIT, Stanford, Berkeley 这三个学校里面的 雅裔华裔学生都蛮多的 那你也知道在这三个学校里面 像MIT这学校来讲 他跟Stanford跟Berkeley 这两个学校合着合着在一起 他们这等于是在计算机这个领域来讲的话 大概是全世界 拿到这个计算机叫做图灵奖 计算机最高奖的话 那Berkeley是拿了20个人得奖 Stanford 18个人 MIT 16个 那这三个就把包办了 这个学校里面最优秀的学生 都在计算机的领域里面得奖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话就在于是说 你注重这个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关键 就像MIT他说有三个关键 是你在申请大学 你要能够表达出来在很短的文字 真的一两百个字 你要强调出说有快乐 有挑战有贡献 就等于是说你对这个大学 对社区对社会 你能不能做出贡献 其实前面快乐跟挑战是你自己 贡献是你跟周围的互动 来吴主任你来说说你这个观点 这个很多学生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会以为说这个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就是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 那当然有的高中呢 他们的课外活动非常的齐全 像刚才吴主任说的 如果你要走工程学方面的 你要走电脑科技方面的 可能学校的确就是有 这个很多的奥林匹亚队 他可以让学生参加这个 学校组成的队伍 然后去参加比赛 可是当然有一些学生 在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所有学校的教育 课外的活动 这个义工服务的所有的经验 其实是停摆的这个状况 像我举个例子来说 很多学生最近在跟ACI的 这个consultation的 我们做规划的这个学生里面 在跟counselor提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学校几乎所有的课外活动 都没有办法参加了 学校的社团也没有任何的 这个事情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样准备大学 我是不是就 就什么事都不做 那可能什么事不做 就过了这个半年了 那么如果你浪费了这个半年的时间 有可能你就浪费了 最重要的这个黄金期 为什么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项目在进行推行的时候 别人在做如果你缺了 你可能在最后大学要填表的时候 你就浪费了整个半年时间 那么什么叫背景提升呢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背景提升的 这个中文的专用名词可能来自中国的家长会比较熟悉 那其他的国家可能就不太熟悉 其实这个都一直是好的大学在看的东西 背景提升就像刚才郭主任说的 你要能够显示出来的就是你曾经做过什么 你完成过什么 所以在ACI现在的这个整个大学规划的 这个一系列所有的课程里面 我们也除了重视孩子硬实力的培养 就像你的成绩好不好 你的测验分数有没有拿到之外 那么针对现在最新的这个大学的改变 我们也调整了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每一个学生定位了之后 针对你要去念的课别 你想这个走的方向 会有不一样的专案系列出来 那么最近的除了这个我们说 有商科方面的FQ的领袖这个专案之外 其实FQ的这个课程上个礼拜 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二个课 很多学生的反应其实真的非常的好 他说我在这个ACI的FQ里面 学到了很多学校没有学到的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金钱要如何的使用 那么很多学生甚至都还没有使用过这个信用卡的经验 知道银行怎么样处理的经验 知道投资的这些观念 所以在ACI整个系列的针对这个定位的专案系列里面 FQ就是一种 那么还有呢如果是工程方面的学生 不论你要走的是机械工程 电力工程或者是你还搞不清楚 你要念的是怎样的工程 那么我们10月27号开始 每个星期二的下午的时间 就有八堂课要带领想学工程学生的一个入门课 那么如果说是电脑有编程想结合未来的科技跟人工智慧的 我们在今年也有要ACI组队团队参加一个电脑竞赛的马拉松比赛 所以主任听起来 就是在学校的活动好像这个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所以很多的学生真的现在也失去了很多的学习的动机跟目标 所以我们的团队也真的非常的努力跟认真 推行这些专案可以怎么样让学生可以朝着这个好的大学来继续做准备呢 对其实现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如果你只讲一般很叫general的课外活动 你这边可能去弹了钢琴 那边学了一点跆拳道 那边去cross country去跑步 再一个打一个篮球排球参加marching band 这种在大学里眼里看这种课外活动它的相似度 它的同质性太高 所以很难真的有你个人的特色 它也没有办法再说这样子的课外活动连结你将来要去读的主修 有什么样可以帮你真正提升你的形象地位或能力 所以在我们ACI南加州学院我们做的叫做专案 专门的一个案子叫专案的一个作品的这个背景提升 就是说每一个专案是针对你要去学的 像现在要学工程或者我们之前学给读商学的学生做一个财商的教育 财商的课程上完了学生这个眼界就打开了 现在是讲工程跟电子计算机 你从这两个领域里面这个专案的作品如果真正做出来的时候 学校认为你是很认真的在准备这个大学 这个作品呢就会有加分的效用 吴主任来 是所以10月27号开始有第一个这个工程方面的作品级系列的第一堂课 我们要开始了整个八个礼拜的课程 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家长或者是您收看的是我们YouTube的这个ACI频道的节目的话 也趁着这个时候赶快打电话给ACI 我们总校的电话是626-821-6525 那么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的总校的工作人员就会立刻回答您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也该知道 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更加的优秀 然后更加容易申请到好的大学专案的背景提升 是非常重要的 记得吴主任跟郭校长刚刚说到的重点在哪里 我们一会儿之后再继续来聊哦